我正要問我,我總質詢的時候問到說,地制法跟地方自治法 門院長說一個月以內要跟我答覆 要修啦,要檢討啦 現在有沒有,有沒有開始啟動?好像沒有,現在半個月了 我10月26號質詢的 市長你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都問你不知道 不是,因為這個部分總質詢我是有看到 我是有看到文宇有提 所以我今天要問部長嘛,我總質詢問的時候 他院長跟部長同時跟我答應說一個月以內要啟動 要檢討,會議要開始 結果到現在半個月了,他可能還沒有啟動 啟動應該你會知道吧,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回去我們了解一下,再跟委員報告 不是了解一下,是要知道啦,要趕快開啦 這個很嚴重的問題啦 社會福利社算跟地方自治法 所以整個社會,這幾年就是被卡這樣子 被亂七八糟 我順便待下 現在機構 身心障礙機構評鑑各縣市 亂七八糟 找都沒人 而且是 很差的機構也評鑑都變成假等 你們這樣犯任地方 這樣子來評鑑機構這樣對嗎 所以我上次有修 修了那個 我們幾年中央,四年中央還要評一次 我是覺得還是要中央來評 否則這樣的話 我真的看不下去 很多機構非常差的 現在都變成假等 而且委員也在那個 委員找不到,有些機構到十二月 還找不到評鑑的人 有些縣市,這樣各縣市 這個是第一點你們要去注意的 好像 改到幾年 幾年我們中央又要開始評 幾年? 三年嗎 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三年又要開始評是吧 好,好在我把它改過來 否則真的完蛋了 整個機構這樣子太差了 還有那個澎湖 我上個禮拜到澎湖去 澎湖的住宿機構 我看等一下林秉昆委員可能也會來問這個事情 你們內政部要主動去跟縣政府溝通 那個縣長真的是都沒有這個概念 地都把它溝通好啦 他也不願意出一點點自備款 或者是半一點租金 都不用 都不要 那你這個智障的住宿機構怎麼辦呢? 沒有咧?澎湖到現在沒有一個咧? 澎湖到現在沒有一個咧? 澎湖到現在沒有一個咧? 澎湖老人之家 不是老人之家啦,老人之家那個不行啦 舊的部分 不是舊的部分啦 我現在是說不管你舊的新的你就都沒有嘛 澎湖到現在都沒有啊,比這邊還差咧? 我真的是很驚訝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子呢?澎湖那些家長已經在水生活中啦 那個小孩真的是很難照顧 你如果沒有一個機構來跟他照顧的話 那個家長根本二十小時都睡不好 你們要趕快去溝通啦 我現在是時間的關係 這個部分好不好 主動啦 內政部主動去跟縣政府 我看他們縣政府如果這樣下去 再三年也撞不好睡啦 我親自去協調了兩次 他們還是這樣子 莫不關心 實在是 實在是很沒有天理啦 我看等一下李敏坤委員會來 可能開會來質詢啦 好 我剛剛講到涉算的問題 你們要開始去研究嘛 要剩下半個月 你們一定有說的 一定有說的 院長講的 吳院長答應的 因為社會福利社算大概會 社算跟地方制度真的要檢討 只要把社會福利這個部分 看要怎麼來處理 或者的話 你們現在執行的業務 要地方 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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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款他們有的都不編 也不做 不做你們也沒有辦法 這個是指 就是當前台灣最大的社會福利的障礙在這裡 好 那我們的 10月26號針對國民 國保基金 還有清零條件 我也提出質詢啦 就是說 障礙狀況跟無工作能力 這個是怎麼樣去認定 無工作能力比如說在 一些無工作能力在批附性就業批附工廠的 他們也是輕度中度 重度幾重都有 那也是無工作能力 可是呢他在輕度中度就要自己 自己付費嘛 國民燃金要自己付費自己保險啦 對不對 那你像唐士正那個 很多家長跟我反應 唐士正自閉症金帳的 這個部分齁你們要用分別用障別去處理 而不是通通都一樣 對不對 是 目前是用他的一個 那個 症障手冊的障等 你們每次都說無工作能力 這個無工作能力認定啦 要去訂定出來啦 好不好 你說好 肢體障礙 恐怕他輕度中度 他是有工作能力對不對 可是 智障跟自閉症金帳的 還有唐士正 他有中度 有輕度的 他沒有工作能力喔 你們要不要去訂這個部分 否則的話 現在很多 上北呢 都繳不起國民燃金 而且他們將來也沒有保障喔 那沒有去繳啊 輕度中度沒有去繳就沒有啦 對不對 他支付額的部分也蠻多的耶 是 他那 剛文所提示的齁 就是說第一個 他保費的部分 會依照他障礙的程度 我知道 我知道 不管是怎麼樣 我是建議說 智障的 唐士正的 輕度中度 智閉症的 也有輕度中度 金帳也有輕度中度 這個應該都把它納入 可以領嘛 怎麼說 你們用無工作能力 這些都是無工作能力啊 現在報告 你 委員這邊所提的 修一下嘛 委員這邊所提的是指 重度 身心障礙者重度以上 金平估無工作能力 他加入的時候是重度 那金平估沒有工作能力 那這時候我們就給他 身心障礙基本保障年金四千塊 那個是有啦 那個我知道啦 我現在是講說 裡面漏掉很多人啦 當初在訂的時候 漏掉很多人啦 現在很多唐士正 很多輕度智障 中度智障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工作 沒有 無工作能力 真的是無工作能力 他也領不到 也要繳保費啊 這個是 將來他們 這個這個 保證年金的一個制度 這個要把它弄得公平一點 這個部分是不是要檢討一下 真的要檢討一下 好 這個我們來研究一下 什麼是無工作能力 裡面很多補助都寫無工作能力 這個無工作能力 要有很多種定義啊 對不對 你這樣別也有不一樣的無工作能力 無工作能力是有定一個 認定的一個標準 是啊 認定標準你是不是用一個標 你中度智障跟輕度智障 在庇護工廠的呢 算不算是無工作能力 委員的意思 他也會做一點點東西 是 以我們目前 國民年金華所規範的 我們是有定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標準 但是委員 你現在要把範圍再擴大 擴大到其他的部分 這個不算擴大 他在庇護工廠那種動作 叫做有工作能力嗎 我現在是要你們確認這個部分 跟委員報告 他已經不到基本工資了 他按工作的那個 工作能力來核心 他現在假如在庇護工廠的話 他就要加入勞保了 他就要加入勞保 那個勞保很少很少 他是用他的 但因為他加入勞保 就不能再加國保 現在問題在這裡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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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勞保 是用集區 是用六千塊 來加的 是 那個是用那個來加 那個領不到什麼 那不是真正的勞保嗎 你們這樣子 這樣搞 會搞混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要去 要去 調整一下 好不好 我沒有說所有的身心障礙 都要這樣調 你們要去認定 他真的是沒有辦法工作 什麼叫無工作能力 這一類的人 要去把它定清楚 好不好 這個部分恐怕我 我 將來 恐怕要修法 好 那個 現在 我們的經濟安全 這個部分 老農已經 是 要 照那個CPI來調 四年調一次 好 那麼 其他的 比如說 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 他八十八年開辦 九十三年調一千塊 那麼 中低收入 中低老人生活今天 十七年沒有調 身障七年沒有調 老人基本 保證年金呢 九年沒有調 那如果這樣算過來 我看那個指數 那個如果這樣算 他今年十七年來 消費者物價只是 成長二十四點零六 那身心障礙這邊呢 應該是調 十點三三才對 那十七年的話 這樣算下來 中低老人應該二十四點零六 百分之二十四點零六 那麼老人基本保證年金 應該是百分之十一點零八 這是主基數你們在網站上看到的 他們算出來 就是這樣累積下來 四年一次 照這個CPI這樣來算 那這樣的話 你們的整個基礎 整個年度 都不一樣 是不是要檢討這個部分 要怎麼樣才合理 比如說他 他有的十七年沒有調 有的七年沒有調 老人今天四年前才調一千塊 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也用這種方式 好接下來 永遠這邊都跟不上 永遠都不公平 你年度 跟他的基礎 基礎的那個 你老人今天現在是六千嘛 對不對 你這些 國民年金基礎 保障年金這邊是四千嘛 三千嘛 還有中低這邊也是三千六千嘛 這個部分 你要不要去調 平均一點 這樣你將來 再四年調一次 這個才合理嘛 是 是不是要檢討這個問題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個部分 最主要是 子媳你再給我一分鐘 因應那個 老人今天的一個聯動 所以老人今天的一個聯動 他的那個時間點 大家就是要齊一 做一些的一個調整 所以以後 是啊 老人也要調整嘛 對不對 生臟的年金也要調整嘛 對 因為剛剛委員所講的 那低收的更要調整啊 委員所講的是那個十點 時間點的部分 年度 對 年度還有額度 你們也要調 現在我們是 比照那個老人今天 他的一個年度 比照那個就差太遠了 老人今天現在從六千開始吧 蛤 他六千開始四年 他四年調 根據他的CPI一直調一直調 他這邊一直高 那你這邊永遠都是 一點點一點點 才一百多塊一百多塊再調 這個制度是很好 我講是這樣 可是你的基礎 你的年度 你看 你看 老老龍四年前兩年才調 那他們你看 有的七年沒有調 有的十七年沒有調 有的九年沒有調 這個部分要去把它 稍微調整一下啦 因為在醫院裡頭 我們已經針對這個有 你們沒有為這個東西為基礎 就這樣爆出來 就是說我用CPI就是這樣 我四年調一次 每一個人都四年調一次 零兩千塊也四年調一次 零六千塊也四年調一次 這樣子 這樣不公平啦 我是說 我在提醒你們 要先檢討一下 目前金額的合理性 好不好 我們謝謝委員的提醒 跟調子機制啦 這個是不是要趕快 還沒有開始之前 是不是還要去做一個檢討 趕快 什麼時候 回去檢討一下 我們回去趕快來處理 還有澎湖那個問題 是不是用政府跟政府來協調 你們看什麼樣 我覺得他們太長